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现在的气温30.3度 相对湿度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看看天气先生的测 预测明天天气酷热 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33度 吹华换冬至东南风 展望最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 风势会增强 环保处预测的空气汇染水平 是轻微到偏高 而预测明天最高的整外线指数是12 强度是极高 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气 澳门明朗 广州天晴 厦门多云 台北有骤雨 上海天晴 北京有骤雨 首尔同东京多云 曼谷有雷布 吉隆邦明朗 新加坡有雷布 雅加塔有骤雨 胡志明市有雨 马尼拉都是落雨 澳洲方面 墨尔本有雨 悉尼明朗 布里斯班天晴 澳可兰有骤雨 澳可兰有骤雨 紐約和多倫多都是多云 温哥华是多云 三藩市明朗 洛杉矶天晴 最後是歐洲方面 蘇黎世天晴 巴黎有骤雨 佛兰克福多云 倫敦明朗 這一節天氣講到這裏 拜拜